好,我們先從個人的經驗開始 證明我們在之前的過程裡面 從政的過程裡面有遇過類似的經驗嗎? 譬如說資訊操控或是被這種misinformation困擾或攻擊的狀況 你是說像PRC方面主張說 WHO給他們什麼資訊他們都會立刻給台灣知道 可以照顧台灣2300萬人的健康 所以絕對不需要給我們Ministral access 就是不用讓我們的部長可以給其他部長 只要有基本的科學分享就夠了 像這種到底在你們的想法裡面算不算一種諮詢操控 其實我們這個也算是諮詢操控 就是這樣加價真真真真假假 然後直接滾出一個輿論的討論 這個其實也算是諮詢操控 操控的一環 那種的話非常多 可以說是所有的多邊關係 裡面只要你看到說被矮化 被打壓 被邊緣化什麼之類 那後面都是有一個論述的作用 那這個論述 其實講真的我們也很熟悉 因為在1971年以前是反過來的 是這個台灣當局說 這個我們可以照顧9億 還是當時是8億的這個大陸地區的同胞 所以聯合國只要給我們席位就可以了 有什麼問題我們一定都會發揮給他們的 不會欺他們於不顧啊什麼之類的 那當然也是亂講 就是說風水有個流轉 所以我是覺得說 這裡面就是我比較之前有用到的一個字是認知戰 或者是認知空間作戰 或者用你們的講法就可以說是認知空間操弄 對那其實它的基本的概念就是像我剛才講的這種 就是它已經不是真或假的問題 而是說它硬是把我們尋常日常使用的一個詞 那給它一個完全不一樣 而且在操作型定義上面就 你沒有辦法正位 好比像說他們像WHO說 他可以照顧2億健康 這個因為過於離奇 所以事實上這個 你如果是台灣市場的中心 你要查證我不知道怎麼查證 就是因為已經是平行時空那種感覺 但是當他們的很多論述是從這種平行時空出發的時候 我覺得反而讓協力者 他無形之中就掉入一種說 那他只是在就是那一個時空裡面 感覺就是很正常 而且甚至有他自己的一套知識論 那這套知識論看起來也都自洽 就是他自己說明自己是沒有問題的 那就是只要就是吃這一套的話 到最後不管你寫什麼看起來就是很正常的事情 那但是其實都是在進行這個認知空間操弄的一個複製吧 對所以我覺得這種是 我之前花比較多時間的 好比像大家有之前聽到我說 那新時期時代吧 那那個就是專門用來解決這種東西 就是當外國的記者也受到這種認知空間的操弄 然後竟然會問出說 那你們審什麼時候分離的啊 之類的 這種很詭異的問題 而且這是你一回答就錯的那種問題 的時候 那我就可以很直接很自然的說 沒有啦那是就是新時期時代的事情 對 那所以我想就是很簡單的講說 這是新時期時代的事情 那這個就是在給他一個重新錨定 就是說當我在講台灣的時候 那我在講的是許多島嶼裡面的本島 那但是如果你以本島來講的話 確實就是新時期時代之前還有陸聯 那新時期時代之後海水上升就沒有再連起來了 那所以你要講Break away 那一定是一個地理的意思吧 那一定是這樣子來解釋 那所以這樣子的話 當你錨定到就是海苗地理的認數之後 其實人家也很難破壞這一套 就是說你因為這是事實啊 他們的考古學家也都是這樣子講的 所以一旦他回到一個你可以查證 有是非可言有事實可言的時候 那我們就enferment ground 是比較容易的去進行對峙 那但是如果他還飄在就是 中國一個詞有十個不同的定義的時候 你不管用哪一個他就把你弄到對面去 對那所以我自己是覺得這個大的論述的 counter argument 是我自己比較經驗到的 那在國際尤其是多邊的場合 可以說是每天都碰到類似這樣的事情 那還想問一個問題就是剛剛正偉 剛剛有提到其實有一些論述啊 有一些misinformation都是從中國 在報告裡面也有講到我們官媒或是類官媒 然後他這樣滾出來再經過再立協力者 然後再到新政我們這邊的議論 那正偉你覺得這目前對台灣來說是一個問題嗎 你怎麼看這件事情 應該這樣講就是說我們在上一次選舉的時候 當然也你們的報告也好 Graphica的報告也好之類 其實都有寫出很多很實際的路徑嘛 那他也一定是影響了一些人 那不然的話也不會被大家發現 如果他完全不傳染而至零點幾 那這樣其實當然也沒有大家發現的這個空間 所以表示說他或多或少還是有一些社區感染的這樣的一個情況 那這是不是成一個問題 我覺得是要看說你覺得說我們現在是不是大家都已經知道有這麼一回事 如果大家都已經知道有這麼一回事 那我覺得這個問題就不大 因為我想就是戴口罩親習的時候這一類的概念 或者像後來是什麼警察證對不對 警覺察和證實什麼之類的這種概念 那其實現在已經是可以說是 當然在終身教育那邊還有一些事情要做也不是說很廣泛 但至少在我們國教階段這個已經是最基本的客康的一部分了 那所以只要大家都知道有這件事情 並且知道這件事並不會慌 而是保持鎮定戴口罩親習手 那這樣的話我是覺得他的傳播力現在看起來並沒有特別強 對但是我覺得這個的前提都是說他們最新的太陽 那大家就好像要更新病毒嘛 就好像SARS1.0圖變成2.0它多了一些feature 那所以他不像無症狀感染之類的 那所以我們就要跟著進行調整 那所以他們那邊有什麼新的做法出現的時候 我們這邊如果即使跟大家知道說 原來現在多了這一套方法 還可以用具合成一些看起來有戴眼鏡的 眼鏡沒有反光的很奇怪的那種圖片 我很快速的連反光都可以合成出來 那這樣子的話我們就會開始知道說 所以看到這個就是這樣 那如果不是這樣的話 那就很容易大驚小怪 那大驚小怪就很容易變成就是好像被一時的憤怒所絕取 那其實就不太浪費自己的時間 而且如果這個憤怒變成就是分開 那分開的方向又錯了 就變成處徵啊 那就浪費所有其他人的時間 所以我覺得就是隨時還是要保持病毒嘛的領先 但是有這個的前提下 我總體上來講還是還蠻樂觀的 所以醫生我覺得我們要對抗資訊戰最重要的一步 是要建立民眾的意識嗎 可以講嗎 對啊就是說有 第一個有這件事嘛 那第二個這個碰到這件事 你可以怎麼做嘛 就大概就這樣 可是這個可能相對來說要比較長期對不對 如果短期的話又可能是有一些作為 短期來看的話當然就是如果是從平台的角度來看 那平台自己不要淪為協力者嘛 這個是很明確的 那目前各大平台大概也都已經採取一個角度 就是說尤其是在選舉的時候或風頭的時候 他們不會主張他們只是mere conduit 就是一個無知無畏的通道的這種感覺 而是他確實是一個co-governor 就是是一起進行治理的一個共同治理者 那所以他們的那個就是自律的宣揚啊等等 裡面也有提到嘛 就是不是只是平時大家要做這種就是媒體的 的素養就是media competency的這樣子的一種教育 那而是在選舉的時候或者是風頭的時候 那他們不能夠變成好像別人砸了錢就可以突破 然後一般的他們的這種實時差的機制 不是說他變成他的廣告主 他就可以直接這個遞送到任何人的眼前 尤其是國外出的錢等等 那我想這部分我想各大平台現在是有一個默契吧 就是在台灣有一個叫監察院嘛 還在嘛目前還在的這個組織 那他就是定性我們的就是選舉的捐款 然後跟他的花用基本上都必須是用road data的方式 一筆一筆的都必須公開嘛 就是政治現金的不是只是公開而是開放資料 那所以這件事情也讓很多的媒體工作者能夠開始去看說 那政商的網絡是什麼 那他們同時也看到說那確實2018年的時候 就是有很多就是社交媒體上面的廣告發的這些發文 它其實並沒有被歸在給監察院的這個政治現金跟花費上 而是跑到什麼別的地方去 而這個地方是一點都不透明 那所以呢我們當時就是跟Facebook說 你看我們這邊已經有一個社會常規 所以你要嘛就是符合我們的社會常規 就是用即時的開放資料的方式公開你的s library 而且之後你也不能夠把它下架 它必須要一直保持讓大家可以分析 或者你就是在我們選舉的時候就不要賺這個錢 你自己選 那我們也沒有法律可以來就是強制你 但是你要是就是一定要破壞我們的social norm 那我們可能會有社會抵制 那在台灣社會抵制是很強的 所以自己想想吧 那所以後來他們就同意了 那所以才有就是後來的radical transparency的這些事情出來 那然後所以我也順便講一下我沒有付博恩錢 博恩也沒有付我錢 就是這個本身會變成一個話題就可以知道 所以之前的這樣一種侵入的進路就是 就是precision advertisement 欸就那次就被堵住了 在20年那次就被堵住了 所以基本上我不是覺得說好像每次來 就一定要花兩年才能因應 這個因應的時間要縮短 但是每次來的時候有一個大家可以公開討論的平台 然後去看到一些證據 包含你們給的這些報告去說 你看真的有這些路徑 那我們要拿這些路徑怎麼辦 那他們能夠自律 那自律不行就像I win他律 那自律他律真的都不行在法律 那這是我們一向的見解 那除了平台他們邁向公開透明 現在眾也覺得政府有需要成立的快速反應不對嗎 想為這個misinformation這件事來說 我們事實上是有啊 就是所謂222原則嘛 那這個是Golasu Daka 任內 就是建立起來的這樣一個反應體系 那所以大概就是說 我們看到就是在line上面有即將爆發 但是在FBI或者其他公開的 或者像你講的這些就是在地的即時新聞 那等等媒體還沒有爆發 中間會有一個過渡過程 就是有點像AP testing的那個狀況 就是line上面很多是misinform 但是哪一些他特別有傳播力 就很有可能被找去intentional做諮詢操作 所以這些操縱者就是他們也在看哪些梗可以用嗎 那但是我們這邊也同時在看有哪些梗正在備用 那所以我們這邊如果能夠在兩小時之內用兩張圖卡 然後每張兩百字之內用一種好笑的好玩的方法 那其實他不一定要後發先知 他後發後知也沒有關係 只是在你睡前你要同時看到這個謠言 跟這個真的很好笑的迷音的闢謠的東西 那這樣子的話在就是睡了一覺醒來之後 樂樂這邊就一定贏了 那但是如果我們在你睡覺前沒有底送到你眼前 那你醒來的時候就會有一個長期記憶 那你目就贏了 那基本的概念就是這樣 了解了解 可是之前訪問過其他的委員 還有其他的政治工作室 他們覺得很難的一件事情是 例如說假訊息排山倒海而來 他要回應其實他再怎麼快速反應 他就只能單想 或者是他的面相沒有辦法 像假訊息灑出去那麼光 那政委你覺得這一件事情 他是有可能可以去解決跟改善? 我的意思是說有的時候 有的時候他不需要是 就是針對他有出任何論點 有的時候甚至只是說 這個是由中央政法委委 我獨家贊助就可以了 對像像之前那個 他們用路透社的那個照片 然後抽換他的圖說 然後說什麼十幾歲的少年 殺警可以領兩千萬 unquote的這種假訊息 那其實那一次以視察的中心來講 他並沒有花很多的力氣去說 到底是這樣或是不是這樣 他只是一個很簡單的 一個public attribution 他就是說這個其實本來是 路透社的新聞 而本來路透社的照片 沒有這個圖說的 這個圖說 我們第一次可以找到 在任何地方 有這個新的圖說 那就是中央政法委長安間的微博 那他其實就只查證到這裡 他也沒有去訪問那些十幾歲的說 有沒有人扶你們簽殺警察 這類的 但是到這邊就夠了 就是說對我們來講就是 其實不管是趨勢科技的那個 防詐達人 或者是Colfax 或者是Michael Penn 或者是剛剛講的 常委視察的中心 查證到這一步的話 其實大家在轉傳的時候 不是說你不能轉傳 但是上面就有寫說 這是中央政法委後的嘛 那你轉傳的時候 就要了解到說 這是人家諮詢討論的一部分 你按轉傳的時候 就是在幫助他們碰到更多的人 但是這個我覺得是滿有教育意義 他不一定要變成要下家 或者我們一定要真的訪問到那個十幾歲的抗議者 我們只需要到公開查證的這個地步 那我對公開查證是比較樂觀 因為大家比較能做公開查證 這是他比方說像總統選舉之前 就是郭草也有參與的 跟就是Reader啊 他們很多人一起弄了那個就是總統候選人 然後發現這個小英每一次講數字不對 都是因為他就是under promise 對 over deliver 就是他講話一個習慣 就是講說四次的其實是五次 講說十幾次其實有二十次 對 那種東西 對對 那其他候選人就未必如此 但我的意思就是說 在這樣的情況下 就是就算小學生中學生 他都可以作為網路上的一朵阿飄運 來參與這個共同查核 那這種attribution是比較容易 那你說到了那個十字 確實就比較難 所以我是建議attribution多做 然後十字的部分當然還有是專業的來做 而且是做在即將trending的那些 對 那在公開透明他真的完全成熟之前 鄭文宜覺得有需要規範這些在地協定者的可能嗎 例如說正敦節目啊 新聞台啊 或是像剛剛有提到一些聯署社團 亂的社團 嗯 就是目前事實上已經有一些規範了 也不是沒有在使用 而且就是選舉那時候還特別通過了翻身頭髮 就是基本上當時在講的就是這件事 因為在之前的情況下 你中間只要跳多一個協定者 那其實中間這一串都完全沒有法律責任 那所以事實上做的原因也很難做得到上面 那那粉身的話他的重點 並不是有什麼新的法則都沒有 他只是說這個就是地規的 就是recursive 就是中間的任何再多一個協定者 那他上一手跟下一手有什麼責任 那他就有一樣的責任 不能因為你中間多一個跳板 這個跳板就主張我只是跳板 然後不做就是規則的這個工作 所以我不覺得說沒有 現在沒有法律做這件事情 那我覺得主要的還是說 我們要花多少的力氣在這件事情上 以及就是大家的social norm 就是對這件事情 大家覺得社會常規是什麼 是就是很明顯到什麼程度 那政府就是介入是合理的 那在什麼程度上面是由他旅 好比像說一些監督的第三方 那是合理的 那什麼情況下自律 就已經是合理的等等 那這個是很值得就是來討論 那因為理解好像范雲委員 也會有這樣子一個討論會 那秉承應該也會去嗎 對 了解 那再問一下政委 就是以你個人的角度來看的話 你覺得這件事情還有沒有什麼 可以著力的地方 就是在控制資訊操弄 一直假訊息散播 我是覺得就是不活化的病毒就是疫苗 所以就是我剛剛講很多quotation mark 然後把它變成就是好像教材一樣的東西 我覺得是很好的 就是大家試過境遷了 那然後回去看 那然後加上一些有一些故事性嘛 好比像說 我就蠻記得說台灣市財和中心 那時候會覺得說他們如果早一點成立 早一點編織等等 那也許關係性上的狀況會不一樣 因為它會早一點出來 那早一點出來之後 後面整個發展可能都不同 對所以這個就是故事告訴我們說 那大家現在回去看會很明確的知道說 它是一個操弄的事件 而且操弄的路徑是什麼 但是在當時因為大家正在氣頭上 也不知道氣什麼 大家都在氣頭上 那所以大概是不會有那個心情去靜下心來去看這個路徑 所以我會覺得多一點像這種 真的它已經離一段時間了 但是當下大家想不到這件事情的時候 當時的情緒也許還記得 所以也沒有太遠的時候 像1971年可能很多人都不記得 我也不記得因為我們還沒有出生嘛 對 所以就是1971年就算了 但是就是2011年或者之後 那還有很多大家記得的一些狀況 那把這些找出來 而且做成一個策展 然後盡可能讓大家比較生活化的 重新經歷一次那次的情況 那我覺得就比較容易產生就是抗體 那這些抗原我覺得還蠻重要的 好 好 你又有 你又有要說 有啊 你說我可以問嗎 請看 請 因為剛剛講那個 所以是政府有一個單位在看 有什麼話題即將會傳定嗎 就每一個 每一個部會自己的新傳體系 然後再加上預言的新傳出 那據你所知 當然你可能不一定全部的部位都知道 我都不知道 一個都不知道 你看我還是要問 他們怎麼看 他們是要來的 很累啊 對 很累的看 真的很累 真的很累 真的燃燒生命 如果 除非他們本來那些梗圖都已經preclear 就是收藏都已經允許他們使用 那或者是像衛福福的那個 就是他家就住著那是總裁 所以他隨時拍個照就有梗圖可以用 那就是在這種很極端的例子上面 就可能沒有那麼累 可能還蠻開心的 對 但是其他就算是像 就是他們有創意的海巡術 等等 其實他們都是做很多他們不習慣的工作 對 然後不但是政治判斷上面 要就是不要忽然間就是月限了 然後反而被處徵 這個也發生過 尤其在海巡的情況 對 但是另外一方面也要有梗 沒有梗的話 你二指小魚 你花這麼多時間做等於沒有做 對 所以就是說在就是要很有梗 但是又不能太有梗 的這種傳播力上面 然後在就是他的事實的正確性上 就像你們說的 就是不要變成反而片面的事實 搭上一個很sensational的一個標題 然後反而助長了這種就是片面的氣氛 對 那所以這個這條線真的不容易 所以對他們來講 除非他們本來就已經有很好的 常見問答集的那種database 像食藥鼠就有這種database 那以及就是已經很好的 一系列的梗圖 preclear image 可以給這些小朋友用 只有那樣子 他才能真正變成比較非同步 那如果要同步的話 那就是大家都要爆竿 這個實際上是這樣的 那他們證 譬如某個部會怎麼知道說 接下來哪個謠言會爆發 還是他們其實不知道 他們當然有用一些 就是social media monitor 的一些tool 這當然是有的 然後另外就是 事實上就是大部分的部會手上 一早上六點半就收到這個最新的分析稿 對那所以當然就是說大家都知道有咨詢操能 也知道說即時反應很重要 那現在只是說就像剛剛講 就是我們要花多少離奇在這件事上 那以及是個案的花離奇 還是我們可以累積成某種通案這樣子 那但是因為我並沒有進入任何部會的新傳體系 所以我不知道任何特定部會目前到底 就是因為我們只知道他平均幾小時之內反應 以及每個反應的R值大概多少 這個是後面的後控的部分 我們知道了 但前面的部份我真的沒有參與 那可能要一個一個部會問 那可能要一個一個部會問 因為我們的假設就是 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的資訊能力並沒有想到那麼強 所以聽起來聽起來並不一定這麼會 他們外包一些很厲害的廠商 有外包一些廠商是有的 另外一個就是你剛剛講的Social Norm 就是大家面對資訊操弄 對 接受度到哪裡 然後怎麼樣防禦 對 然後你說那我好奇是Social Norm 怎麼知道這是不是Social Norm 譬如說你是范英委員召開討論會 然後狗比承鄭文去就可以了嗎 當然那次討論會應該有不少人去吧 所以應該不是他們幾個講了算 對 但是我的意思是說這個幾乎只有用個案來看 它很難用通案來看 通常都是有點像是就是判例一樣的 就是某一個剛好在就是這個邊界灰色地帶 對那大家一起來討論說 那這種情況下 這個到底算在自律這邊還是他律這邊 那或者是另外一個灰色地帶 它到底算在他律這邊還是已經進入法律這邊了 那當然就是我們也可以社會都不討論 然後全部都讓法官來進行討論 這也是一招 那但是就是我覺得現在大家對這個題目還是有興趣的 就是不會覺得好像這些抗原 只是就是到最後發病而再來治而已 而是說我們怎麼樣把它變成就是免疫嘛 那不管是透過什麼清潔劑啊 還是透過什麼事實查核啊 還是透過什麼實驗室啊 你看真的都非常就是生物科技的 都非常生物科技的比喻 那我覺得還是就是去看距離的個案 然後在那個個案裡面進行討論 那討論到一個程度 它雖然不太可能一下子就寫進法規 或者是法律 但至少可以有一個就是說 我們說這個就是Fanside 2020 就是說以2020年的反過頭去看 那我們就可以很簡單的去知道 就是大家沒有這些情緒的時候 其實看起來也沒有那麼灰色地帶 是當時因為大家義分天硬 所以才覺得那是灰色地帶 其實這個沒有那麼灰色地帶 討論過那種政府的角色是什麼 我覺得大概有兩個角色 一個是說它我們本身也是就是資訊的提供者 所以我們在提供資訊的時候 我們這種即時的資訊 222也不一定不犯錯 那所以我們就是如果有提供所有的資訊的話 我們要即時更正自己 這個是很重要 因為不然就變成State propaganda 如果我們不跟正自己 那我們就跟任何資訊操容者沒有兩樣 因為他們也不跟正自己 所以第一個是說我們要accountable 就是要給得出交代 那給得出交代也包含說 我們一開始給的這個回應裡面 如果有一些脈絡被省去了或怎麼樣 那你在哪裡可以重建這些脈絡 那這個也是很重要 所以總之要給得出交代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就是說 大家還是覺得說 那政府也可以要求其他人給出交代 像我剛才提的例子就是說 我們監察院因為有一個新的 就是真實性性透明的這個法案 發展之後 那它就建立了一個新的社會 那這個新的社會 那這個新的社會 那水長傳高 它就會讓大家覺得說 OK 公務門願意對市民給出這個交代 那我们现在就可以向外要求这些跨国的平台的这些企业 也像监察员一样给出至少有监察员那么好的交代 那不然的话他不能叫做我们的social norm的就是compliant 对吧 他就没有在遵从我们的social norm 所以就是说我们及时的去告诉国外的朋友 因为我们这些法律不一定都有翻译成很好懂的英文 所以就是及时翻译成就是他们看得懂的英文 而且说这个就是social norm 为什么这是民间的倡议那么多年 然后我们最后来成功立法 所以不是说我们自己瞬间立个法 而是说大家都觉得该这样 我们最后真的受不了了 所以立个法 那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 这个norm就比较强 因为它是民间倡议那么久 甚至愿意跑进检查院自己引一大堆东西跑出来等等 的手动正式正经 宅立便是 所以就是说可见这个各界都是觉得这样是比较好 那所以这个说服力就很强 所以我们也可以做另外一件事就是国内已经有的norm 那我们尽早的尽快的要求国外像这样子给出交代 所以就一方面对内持续给出更多的交代 那二方面就是用这些交代来要求就是国外的一些行动者 这样 所以大概就是双面交代 这个应该是政府的 你讨论的过程中听起来跟之前Join 比如台湾或是PGC在做很有名的那个Multi-State-Fold一定很想 是类似这样子的东西 对对我是觉得这是一个很值得想的一个方向 就是不管它是放在我们的DigiPlus名字会或者放在TCA或者放在哪里去跑 重点不是谁host这件事情 重点是你那个形状是不是Multi-State-Folder 而且Multi-State-Folder还有分closeMulti-State-Folder 就是你一开始就是互相认识的一群人 然后自己算一算说我们三个部门都有了 那就Multi-State-Folder吧 对这样子呢还是说你是真的OpenMulti-State-Folder 就是一堆这个不认识你的陌生人 但是只是因为他提了一个很好的案子 那你也愿意把它的案子采纳进来 变成我们就是开放政府国家行动方案的新的Commitment 那事实上我本来12Commitment 现在好像变12加6了 就是因为有一群我们根本不认识的人 在Join上面提了一堆东西 那然后有一些当然就是 我们也知道行政部门很难做到底的 好比像说要宗教财团法人法立法 对那这个就是你要行政院来立法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并不是没有提过草案 对那但是就是 但是我们至少可以把现有的法的法尊 但是我们已经落实做得更好 这个应该是至少把我部内政部同意的 所以即使是相对烫手山芋的 就是你知道向天致敬 向神致敬的那种题目 那因为在Join上面提了 我们就不得不来好好处理 那但是这就是因为 我们当时有一个足够好的Commitment 就是你提出来 只要我们能处理的 我们就来处理 即使我还不认识你 但是我谢谢你 对那但是如果就是close multistate 就不是这样 就是大家抓一抓 再开个会 那就先决定了 那回到资讯当中这个议题 政委和政委办公室 现在在做的是什么 我们当然就是一方面 看Graphica的报告 看女儿的报告 然后就是在国际上面 会常常分享 那因为我们现在有个tickline 就是说我们就是打赢了pandemic 那没有lockdown 打赢了infodemic 没有takedown 那所以其实是judicial take down judicial take down judicial take down 但是administration这边 我们真的可以说 我们没有take down 对因为并没有任何法律 授权我们take down 对我们最多最多 就是做到给出交代public notice 对那所以我想这是蛮难得的 那因为在大部分的人 其实他有一个直觉嘛 就是这是银河的 就是你要保护公共卫生 跟大家健康 那你就是要牺牲一点自由 不管是移动自由还是言论自由啊 那而且尤其是我们周边就是印太地区 真的都是这样子想 那所以我们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反证 我们可以跑去朱拉隆公大学 然后跟那些泰国朋友说 你看cofax.org 你拿掉一个s就变cofax.org 突然就变太文了 所以他们也可以做像这种minebot 事实上open source 大家都可以做 可是因为他是看到 我们这边真的是multistakeholder 都觉得这不是一件坏事 当然他们一开始做的题目也未必那么真实性 那多是什么跟什么一起吃 微波罗会怎么样 不过我们这边也大部分是这种东西吧 所以在他们的那个情况下 至少就是以消费者保护的那个角度切入 他们还是有非常多串联可以做 那可能还不逊于我们这边cofax的能量 那所以我们这边的做法就是说 说这是台湾model 就好像说我们防疫成功了 也没有造成GDP的很大的损失 我们今年GDP还是正的 那这样子的话 其实其他国家比较听得下去 因为你如果专门是跟他讲人权自由什么 那是一回事 因为不像我们这边是核心价值 但很多地方是工具价值 但是我们说你GDP不会受责吗 这个大家都听得下去 那大家也了解到说就是过多的原本管制 那确实是会导致就是商业活动的就是困难嘛 那尤其是如果什么东西都要预先审核的话 那预先审核本来就会让就是大部分的经济行为都就是受到很大的摩擦力 那所以他们也在想说那都是事后审查 那难道不会就是爆炸吗 不会突然之间就威胁到政权吗 怎么样 那我们就这边只要讲说 其实只要你用这种先期预警的方法 而且愿意用足够好笑的东西 humor over rumor 那因为这个可能也很好记 因为三亚就是都是押韵的 所以就是很容易他就传递到其他决策者的脑袋 那他们至少就会想说 那在我们采取所谓新加坡模式之前 我们是不是先用一下下方模式 真的一两年之后不行了 我们再去用新加坡模式 那会变成这样一种国际向的一种生命 所以这大概领起我们做的事情是这样的 那听起来是国际的连结 那像你之前钢金政府的时候 然后跨顾会连结的部分 有什么具体的正在做是可以跟我们 有啊 就像总统麦克松 总统颁了五个奖 那这五个奖 有的还不容易做到 那因为这个奖杯本身是一个投影机 你只要一打开 就有就是蔡总统颁上给你的画面 所以简单来讲 就是说它是用一种有画面有故事的方法 来承诺说 你花三个月做到的不管是什么事情 我们要在接下来十二个月把它变成国家政策 那这里面就从比较简单 而且大家都很高兴的 好比像说那个糖凤茶 对那个凤茶的APP 就是大家在出门的时候 可以带水壶去大地游戏打卡 在饮水机把水壶装满 连续五十天你形成了一个新的 这样一个习惯之后 你就可以去对话什么格外农品的果酱 然后把它融在水里面 又变成了就是茶 那总之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 很有梗的这样一个减速的这个题目 那到说这个呢 你太热了可能中暑 那推送到凤茶APP 以及所有其他的APP 让大家不要中暑等等 那这些都是人处无害 大家都觉得非常棒的东西 那就一路可以到像透明足迹 就是说那在农地工厂上面 它都已经被采罚了等等 那但是为什么经纬度不公开呢 为什么不公开到就是 你能够识别到特定的工厂的部分呢 那之前说这个要保护个资 因为很多人是用它的名字 当作公司的名字等等 那但是这个显然不是唯一的理由吧 应该有别的理由吧等等 那这些其实就是公民科技 在就是帮助透明足迹的过程里面 因为其实大家那个扫了再买 是很容易形成习惯的嘛 就是我不是看它的价钱 而是看它对环境跟社会造成的价值 而且不一定是正的还有负的 那所以像这样一种新的习惯 一旦一形成 那台湾的特色就是社会部门的正当性 大过公部门的 那所以总统北海克松 以透明足迹这个例子来讲 那接下来就是经济部 就要做很多这个很伤脑筋的这个规划 那确保说我们怎么样子 在就是不影响就是个人隐私的情况下 还是可以把民间这边 其实反过来就已经推算到的 非常多的东西 能够用开放资料的方法 因为毕竟就是如果民间推算 就像我们当时 就是去里面有些朋友去检察院 把那些A4纸引印出来 然后再例文字辨识 那检察院当时的阿渝们也是说 你每一个都三个人看过 可是你不能保证这都是真的 那我们的回应 那个回应好像还是我起草的 那很多人共笔的 那就是说那你要是要完全真的 你就自己公开说真的 对那所以就是这样子的题目 透过像总统北海克松 给他一个能见度 跟他一个局处理 之后那我们当然 接下来就会帮忙去协调 他在社会创新的 大概两个月一次的这样子一个 跨部门会议上面去找到一个 大家都能够就是让这些 亥群芝麻能够迷途枝反 并且改邪归正 不会再污染能力的这样子一些 就是资料公开的一些活动 那大概就是在做这些什么 这些蛮跨部会的 嗯 我要再继续吗 可以啊 嗯 所以让亥群芝麻 迷途枝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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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办法让 参与资讯操弄亥群芝麻 迷途枝反 你是说就是可以消以大意 我不知道 我是觉得这里面大概有两个想法 一个是说确实很多人他参与资讯操弄 就像你想他自己未必知道自己正在参与资讯操弄 所以如果你告诉他说这个行为就是资讯操弄 你看到一个很这个惊人的这个下呆了 今天好就就盲目的按分享 那个你就成为资讯操弄的协力者 那而且这个情况还真的可能会害死人 你看这边是一些抗原 对 那所以就是我觉得这是有用啊 他他就会开始产生一些抗体 至少就是就是就是下一次在分享之前 会稍微深呼吸一下多想个两秒钟 这个倒是真的有用 那FB也跟向洪道啊什么之类合作 也开始做一些在地化的这些活动 我觉得这都很好 那但是另外一方面就是说如果是institutional的协力者 就是说他的存在 其实就是要就是促进某一个视野的拓展 从他们的角度来看是拓展 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就是认知空间作战 的话那可能就不是感化里面一两个人有用的 因为里面一两个人之前也有写过一些 就是他的第一手经验啊 这个他有参与某些媒体 那那些媒体竟然把之前这个就是六四天安门的时候的报导 竟然全部下架啊 然后也有人很不舒服 然后写了很长的文章啊等等 但是就是说这个对这个institution本身的影响我觉得比较有限 因为从他们的角度来看他们也是在监督民国政府啊 他们也是在提供有有价值的评论啊 他们并不特别觉得他们是操弄者或者是协力者 那我觉得这个就比较难 我觉得这个不是所谓小意大意等等就有用的 这个可能是就是要让大家了解到说 OK那这是在某个特定的预设之下 你要先有这样子的纤维知识 那看这些朋友们的报导比较不会侮辱其徒 就好像说我们会用什么就是碳14去断代嘛 去说这个物种他大概是什么时候产生的 那你给他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框定 那就会知道说他们的这些用词这些什么东西 他是为什么是因为他用1971年的使官 他用1949年的使官 用1944年的使官 1919年的使官 1911年的使官 在前面就不需要 对 那总之就是可能要做这样子一个锚定 那这样的话 第一个他比较不会变成好像是他们觉得自己是 就是在做重要的公众监督的工作 肯定很重要 那但是却被大部分人觉得好像是假讯息的操弄 那二方面是说 那我们这边也可以就是比较有一个好像翻译蒟若嘛 这样子的东西 就是知道说那这边想要写的这个东西 那我们听起来 虽然就是某些词 因为他已经完全在我们看起来也许是平行时空 那他真的想要讲的是什么东西 那所以这种翻译蒟若的工作就比较不容易吧 可能不是去影响他 反而是有点像是安装一个就是插件嘛 等等一样就是自动翻译器 那个就是法规一读器嘛 早期居定没有过 这样一个东西就是把这个法律人的文字翻译成人的文字 对不起翻译成白话文 这样的一个工作 那我有点好奇就是像我们也去访了一些名单 他们就对于就是他们一醒来然后就要立刻去做澄清的这件事情 就是他们觉得很疲于文明 然后很消耗整个政府的内部的力量 就是他醒来不能 他们做文明代跟在他们的群組里面讨论 比如说我们最近通过的法规很棒 然后可以跟这样的迷动宣传 而是我又收到了什么 然后我现在要去问哪个部会 我要赶快去申请 然后每天醒来就有上百上千个讯息 那这个他们有像是政府内部有这样的应对吗 或者说现在就是方形的图卡变很多 所以就是说至少他们有一些方形的图卡可以 对那因为文字的问题就是说就像刚刚讲的很多字它是loaded 就是每个人看的时候它里面已经有不同的意义承载 对那以至于说根本不太可能真的沟通到什么东西 对那其实就是上演好中国 上演好两个字就是这样子一个意义承载非常大的东西 以至于我现在基本上都不用这两个字 对那但是我想意思就是说如果每一个人都可以了解到说就是一个很可爱的柴犬的图卡 或者一个很可爱的院长的部分正面还是背面的图卡的这样子的效用 大过大部分的文字的效用 但是又不是用它取代掉事实性的文字 而是用它变成大家愿意多看一些事实性的文字 好比像说卫生纸是男妹来的 原料是男妹来的等等的一些影子的话 那这样子的话我觉得大家就会比较省力 那如果是有点舍本出没 就是说好像人家写了140字 你也要还他140字 那当然会累死吧 当然是这样子 所以我还是觉得human over rumor 一个好的幽默 它可以清掉它当天全部的这些rumors 那但是这个东西就要好好设计 因为它能再久也能复诊 所以就是这个的主要设计者 后来就变成我们行政院的发言人 就是evident 在我们做研究的时候 很常在尝试溯源的时候 会觉得我们作为一个民间研究单位 实在是无法阻力 然后第一个会想到政府 前两个会想到这五位就是入国安会 就是你的办法是不碰这些 对啊我们完全没有 完全没有国安会的资讯 那我们接下来拿上release第二份报告 其中就有一个 urges 就是说希望有更密切的官民合作 在此 不管是研究 或是基础的发展 就是要讲到这个Deepfake 或是其他更复杂的资料研究 分析的资讯技术 这种种的问题 民间怎么跟政府接头 除了你好像已经是一个名人 或是已经是个名嘴 这样政府会来找你之外 呵呵 呵呵 这样吧 怎么样再促进这样子的冠冰协定 不 不 我觉得秉承这方面 我觉得反应还蛮炫速的 基本上民间关于就是 他的那个方正 四维方正图 对 那基本上 有任何具体的建议 他跟他的办公室成员 我觉得反应速度都很快 因为毕竟那个 整个方正是他制定的 我只是在方正的前两个提供一些战术层级的一些支援而已 并不是战略的层级 战略层级是完全是秉承在规划 所以我是觉得秉承对于公民社会来讲 仍然是一个很可 很可及的很accessible的一个人 而且他对于就是每一个 所谓政府的回应措施 可能造成的人权的后果 尤其是负面的后果 他也相当的了解 所以我是觉得他仍然是一个很好的point of contact 而且我不会觉得说好像我从战术层级 我想要去颠覆掉他的战略 没有这样子的事情 主要还是他在负责战略的部分 另外一部分就是刚才有讲到说其他的政府 因为毕竟现在很多跨境的平台 他还是注册在加州 所以就是说加州那边怎么看这些事情 或者是联邦政府怎么看这件事情 我觉得仍然是很重要 那好比像说他们国务院之前 其实像DoctorMessage防诈达人 为什么现在变成趋势科技里面一个专门的部门 而不是只是几个工程 是自己自己20%时间玩的一个app 那当然一部分原因也是因为 他们拿到国务院不少奖金 说真的 那为什么国务院要给就是这些在第一线的朋友们 这些支援 当然也不是完全就是做好事而已 那他们也是希望说第一个 他们国务院的这一套torkit 虽然他们国务院当然不会介入国内选举 但是他们还是可以跟其他人分享 说存在这样的事情 所以他们的Civic Tech的人 也不是不存在 还是有Coffer for America等等这些组织 也可以运用我们开发出来这些工具 那在他们的 接下来马上就要 总统大选的时候 就是产生一定程度的作用 那所以这个也是在他们的best interest里面 所以我们这边的time model 我觉得有一些时候要去跟就是这些大的平台进行讨论 或者是告诉他们说 social norm是什么的时候 我觉得还是不能忽视就是美国务院的角色 因为虽然国务院不对内 但是国务院在世界上 尤其Internet Governance 营造出来一种norm 那对于他们的国内 还是有一定程度的拘束力 所以我们再不问一个问题 之前我们有收到一些意见 觉得说 像现在疫情的指挥中心CDC 就是防疫的PM 那认知战 资讯战 以及资讯操纵这件事情 他们也有一部分的民意代表 觉得政府应该要成立一个这个转案的PM 那郑文宜怎么看 不过CEC是有一个很明确的触发条件 跟收起来的条件 那而且那是法定的嘛 是SARS之后在那个整个专业平方式法里面谋定的 所以我并不反对 但是就是重点还是你有一个平占转换 CEC你进去穿上背心 你就等于是 对啊 就是一条一条边的指挥了 对那 那 其实我并没有穿过那个背心 欸 OK 只有在那个WHO这个会前会的时候 有进去跟大家分享一下可爱的柴犬 那个时候好像算是荣誉CEC 但是其实我并没有进入CEC的指挥链 但是我了解说像自然数等等 当然都在那个指挥链里面 只是说 当你平占转换的时候 大家尤其是人权团体 也会讲说 那你什么时候回来 那CEC还好是因为 第一个没有发布紧急命令 那第二个我们大家都知道说 所以疫苗一出来 那大家一旦觉得说 好像SARS2.0就差不多到这边了 Legacy Virus 然后我们不太需要处理了 那个3.0补充包出来的时候 我们再来 再来启动 那它有一个就是 就是降下来的这个 的机会 但是资讯站的话 则不是如此 它其实是跟就是 资安一样 资安真的要讲的话 每一秒每一秒 其实人家都在 对我们做弱嫂啊 那所以就是 它到底平占转换的 触发值是什么 以及回来的时候是什么呢 难道就 没有回来的时候吗 难道我们就 不需要平占转换吗 那这个我觉得是 是要想的 就是我并不是反对说 想不想要自通电局那边 或者公安局那边 或者是等等 说你真的就是 进入准战争状态的时候 那大家就是要 就是有一条边的智慧等等 那事实上他们现在也有一笔预算 在那么一个圆区做这件事情 那但是在现在完全 只用讯息战的模式来讲的话 它到底有没有进入一个 好像卡林手册里面说的 对对方的关键基础设施 做成一些不可挽回的 或者难以不救的破坏 有没有到这个程度 那通常是倒有 就是你在资讯空间做到这个程度 才能够就是还原家一枚飞弹 那如果不能够还原家一枚飞弹 基本上就不能叫做 就是它不是宣战的好理由 那当它还不是宣战的好理由的时候 那我们就比照CEC去弄一个 一定程度上面 可以跳过本来的智慧机制 的这样子的一种指挥链 适不适合一 这个是大家可以讨论的 那如果讨论出来 真的大家有个搜集能力 就是到某种程度的时候 那就应该来三级开设 二级开设 一级开设 然后你发索明定 那这个我就不反对 但是如果没有发索明定 而借用传染病防治法 借用某个就是特别条例 那我觉得就不是传染病防治法 或特别条例本来设计的处众 这切换应该是蛮不错的 对啊 可是如果不写清楚的话 那就跟动用开论不是一样 对 对 尤其是政府 对啊 我们不是有很强的动员看到的记忆吗 对 不知道要看到什么时候 对 40年过去 如果我们这一次是因为用SARS 那么传统的经验 这一次是一直 你才可以动得很快 那会不会是我们也要 需要遭受到一次 或者是咨询空间跟采放教训 然后我们才 嗯 嗯 嗯 或许啊 或许啊 真的啊 那政委你会建议我们跟若宾成 政委的办公室联系 你跟他们访谈 当然你这个访谈是任何人都可以回答的吧 这个就接近民调的这个状态 对 普查 普查 对 对 对 因为从我的角度来看就是 这些题目都是任何人都值得想一想 要怎么回答的 而且也没有标准答案可言 我讲的也是受到我看到的东西所限制嘛 那因为蜜箭我是不看的嘛 蜜箭我是吃的嘛 那但是如果就是我看的蜜箭再多一点 而吃的蜜箭再少一点 那这个就可能我的回答也未必是现在这样 那但是因为我真的是在就是没有任何蜜箭的脉络底下去进行回答 那因为秉承她是负责战略 那她是可以接触到这方面的明显 所以她的回答如果跟我不一样的话 不一定是我跟她的价值不一样 很可能是我们看到的东西不一样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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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